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雨昕他们几点到家呀 好 真的 您亲自下厨啊 那我一定要来尝尝 好好好 下班以后我跟雨洁一块过来 嗯 好 伯母拜拜 咖啡 谢谢 我刚才听你说 雨昕他们读完蜜月回来了 嗯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去美国了嘛 时间很紧 我不知道雨昕 还不开心呢 喂 郝天磊 我看得出来 雨昕她喜欢你 你如果没打算接受她的话 你就离她远点 要不然啊 哪怕是你的一点点同情 都会让她下地狱的 就是随口问一下嘛 干嘛想得那么严重 我是怕 我受够了同情 还有失手 你跟雨洁不是挺好的吗 都快要订婚了 你还在那边担心什么 你知道吗 今天雨昕回门 伯母一早就跟她说了 让她约上我晚上一块回去吃饭 我一上午都跟她在一起 她就没有提 我也知道她肯定是忘了 但是我受够了这种习惯性的遗忘 真的 让我很沮散 好 你真的服了你们俩 彼此折腾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一个结果 要我说就赶紧结婚吧 结了婚什么事情都没了 其实雨洁很在乎我 而且对于她来说也很重要 习惯成自然而已 习惯成自然而已 要我说呀 她对我还不如对你好 你还不和好 姜姨 你不会是吃我的醋吧 对呀对呀 我就是吃你的醋了 我告诉你啊 你们俩要是再不和好 我可要插足了 又来了 不就是吵两句吗 她总不至于记仇吧 记仇是不会的 不过伤心啊 是难免的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你那家伙就小心眼 好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进来 总经理 最后文件 麻烦你签下一次 对了 清洁部的梁晓菊被解雇的事 你知道吗 知道 清洁部部长跟我提过多次了 这一次 因为听说小菊破了总经理一身水 所以她坚持要解雇的 听说 听谁说的 如果她真的那么怕得罪我 为什么不亲自来向我求证 说不定我会觉得她忠心耿耿 还会给她升职加薪之类的 总经理 言重了 之前梁晓菊会被我解雇 是因为她犯的错误给公司 带来重大的损失 实际上她后来已经弥补这个错误了 如果清洁部长这次 是因为一个无限的过失 就否定梁晓菊的全盘努力 我个人觉得 对于她能否升任部长这个职务 表示高度的怀疑 是 我明白了 我会将您的意思传达给她的 出去吧 你非得这么做不可吗 对 我要亲眼看着你被我家人打死 只要你这次不计较 我们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好不好 雨昕 你觉得可能吗 李坚智先生 等一下麻烦你亲口一字不漏的 把事情来弄去买讲给我爸妈听 免得我说的时候 也认为我添油加醋 回来了 哎呀 回来了 爷快快快 回来 给爸爸抱抱 哎呀 给你啊 都晒黑了 你看一看 哎呀 我个宝贝啊 妈妈想死你了 老公啊 回来了回来了 怎么样 这次玩得开心吗 开心啊 都舍不得回来了 那就对了嘛 再来不玩就开心啊 要是天天吵着回来 那才有问题呢 我可以说什么呀 本来嘛 开个玩笑 你看看他们俩玩的 满脸通红就知道不想回来 他们两个是难为情 看来这两天 他们两个人感情不错 当然了 新婚嘛 对了 简直 我们家雨昕 让我们从小惯坏了 这次没有难为你吧 哦 没有没有 雨昕非常好 对我也很好 是吗 那就好 那就好 女儿 你怎么搞的 啊 到底颜色那么难看啊 你不舒服是不是 那你不舒服啊 没事 没事 应该是因为海边风大 被海风吹的吧 对对对 那边太阳也很大 我没擦红水霜 姐姐 那这两天 赶快抓紧去美容院 做一个护理吧 那紫外线对皮肤伤害很大的 哎 妈妈带你去美容一下 开什么玩笑 我们晒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以呢 好了好了 别啰嗦了 算菜都凉了 走走走 边吃边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着吃快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告诉你啊 今天尤其是你一定要多吃 因为这一桌菜 是你妈妈准备了整整一天 才弄好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们先开一遍 好 来来来 先做一下 来来来 先做一下 来来来 干杯 真开心啊 嗯 对了 雨昕 你俩这边有没有拍照片啊 记得等一下拿出来给我们看啊 对对对 拍了 只是最后照相机丢了 为了这事啊 雨昕还骂了我一顿呢 嗯 雨昕 这次度蜜月睡觉 有没有打呼啊 嗯 金子 雨昕在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打呼磨牙 尖流口水 这是她从小养成的坏习惯 嗯 还好 还好啦 哎 这边可以做 哎 这边可以做 喂 喂 您这边讲的又怎么说话 咱们说说话啊 咱们说说话啊 来 你们说一些 在那边有什么好玩的事 没有 有 哦 我的意思是其实 没什么特别的 啊 咱咱们吃吃吃 咱们吃吃 你尝尝 这是我妈做的 你特别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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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吧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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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 好吃 哎呀 真奇怪了 哎哟 真奇怪了 怎么这么安静啊 半天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你要是不放心 打个电话回去问问不就行了 我可不敢打 万一说漏嘴了怎么办 哎 老公 要不你打一个呗 我打 这万一打过去 是丈母娘接的 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雨昕急死我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怎么雨昕把电话还关机了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这没有消息啊 其实就是最好的消息 你别担心了 都怪我妈了 再把雨昕嫁给那种人 还是我当初没听我妈的话好 这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其实丈母娘也是为了 雨昕的幸福着想 可她也没有 微卜先知的本事啊 她怎么能了解 李健志的为人呢 你先坐下 休息一会儿 行吗 你别一会儿 万一真出了什么事 就你那体质 早就透支了 呸呸呸呸 谁会出事啊 摸木头 摸木头 好好好 我摸啊 我摸了 好 行了 谢谢你 没有把事情告诉爸妈 我只是不想破坏 我只是不想破坏家里的快乐气氛 我爸妈今天很高兴 我不想把他们的希望给毁了 就这样保持下去吧 我会改的 我会让这个家充满真正的快乐 你觉得可能吗 就算你不原谅我 但至少我跟你 在别人面前是一对完美的夫妻 让父母觉得我们的婚姻是令人羡慕的 不是吗 别人怎么想根本就不重要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很不喜 雨昕 我会跟她分手 好好跟你过日子的 这次的事 让我发现你是一个通情搭理又善良的女孩 我真的很后悔 你以为你再没我会很开心是吗 李坚持 我告诉你 你怎么看我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的善良也不是针对你的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知道 你看我表现好吗 我不想听你说话 回你家去 你别再让我开了你 你别再让我开心 我回家 大哥 改天见 吵架了 今天怎么就回去了 那他不回家 睡在这儿 你们是夫妻 当然是睡这里 不是说好明天一起回他家的吗 他家里有事 所以就必须回去 雨昕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啦 哥 多心了 什么没有 打从你们一进门我就觉得不对劲 两人情 甚至于妈问你们有没有好玩的事 一个说有一个还说没有 这怎么会像是刚度完蜜月的新婚夫妇呢 那你告诉我 刚度完蜜月新婚夫妇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结婚 对啊 这不就行了 你不要老是把你的猜测当成事实好不好 这要是让爸妈知道了 他们又该担心了 哥 算我拜托你了 把你刚才的话收回去行吗 哥这么说话你没大没小了 雨昕 老师跟哥说到底怎么了 哎呀 哥 你现在如果出去的话就算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哎呀 出去吧 出去吧 你从来就是一个藏不住心事的人 你不想说没关系 哥不勉强你 早点休息吧 好 记得了 有需要跟哥说一声 哥一定一无反顾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妹妹 知道吗 嗯 早点睡吧 别想太多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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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刚刚跟我说什么 她说老同学要去庆祝一下 而且怕打扰到雨昕 就是让她一个人去应付 对 小姐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怪怪的 我就怕你爸担心 我没敢说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很奇怪 一回来都不讲话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觉得还好 妈 她们都是年轻人嘛 我没看出来什么 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这个就是不够冰减 没有 妈 你一定是太累了 你才会胡思乱想 是吗 相信我 真的 可是我觉得 他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真的吗 你睡觉 明天起来就没事了 真的没事吗 这度蜜月嘛 不会 我累一天了 早点睡吧 嗯 雨昕 爸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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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你 你不觉得 有点奇怪 你看别人冻蜜月不累 都是高高兴兴的 为什么雨昕和这个建制 什么是金呢 应该是累的 冻蜜月有什么累的 那是高兴的事 人一高兴就不觉得累了 当年我跟你妈妈 冻蜜月的时候 她高兴的回来 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冻蜜月去了 见到一个人就说 拦都拦不住 爸 我知道 也许我就是瞎操心 我也就是跟你说 我倒还可以 我主要是担心 你妈妈受不了 她把雨昕嫁出去 这算了了她的一桩心事 要是她要知道 雨昕的婚姻有点问题 她肯定承受不了 你别看她整天嚷人 你最受不了打击的就是她 爸 雨昕也是大人 即便有什么问题 她自己会解决 婚姻这件事情 一定是冷暖之之 这一切还得靠雨昕自己体会 不是 看你跟妈每天吵架 其实你们两个很在乎对方 我才不在乎她 是她在乎我 我要不是可怜她 我早离开这个家 你睡觉去吧 你早点睡 晚安 咱俩的事别跟你们说 知道了 就叫舅舅舅舅好 我是小菊 家里一切都好吧 钱够用吗 不要担心 我在这边挣了不少钱 负担你们的生活足够了 我还能存下不少呢 给弟弟妹妹做两件新衣服吧 走的时候 看见他们的衣服都小了 快穿不上了 你在干嘛呢 总经理长 我本来是来打扫卫生的 看见杯子堆这么高 所以顺便洗一洗 做好你分类的事情就好 这不是你的工作 没关系啦 清洁工本来就是负责清洒工作的呀 打扫卫生是清洁 洗杯子也是清洁嘛 一样 你会不会太啰嗦了 问你一句你答三句 总经理 那您快回办公室吧 一会儿 我喝杯咖啡给你喝 看看我泡咖啡退步了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喝咖啡 今天我想喝红茶 就知道骑补了吗 就知道骑补了吗 这只都骑补了吗 通知别人去买了 姜仪买 姜仪姐可真细细 怎么了 不好喝吗 还不错 下来 你又要干嘛 吸地啊 你这里也不需要吸地吗 好 那吸干净一点 放心吧 保证连苍蝇飞过来 都会滑倒的 我说你除了这一句 还有别的形容词 这句话 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 就是觉得 太没有创意 那好吧 那就 保证老鼠跑过 都会滑倒 还是苍蝇好一点 总经理 麻烦您过去一点 我松退一点也行 好了 我这边拖完了 你回来吧 我拖那边 你有完没完啊 没完啊 行了行了 你先出去吧 我还要工作呢 不是 这个吸地 也是我的工作呀 总经理 麻烦您先出去一下 我吸完了 您再回来 我刚刚有没有听错 你叫总经理出去 叫总经理出去 等你在那边吸地 就两分钟 两分钟就可以了 要不然 我老让您挪来挪去的 您是不是也会生气啊 拜托了 您也要支持一下 我们的工作嘛 就两分钟 嗯 两分钟 你回去吧 到处来接我 要是我爸妈问起怎么说 随便你怎么说 就像我哥帮你找的借口一样 你今天早上不是应付得很好吗 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你要是真的不能原谅我 就跟家人摊牌啊 我也很累 不想每天变谎话骗人 什么时候摊牌 怎么摊牌 有我决定 李坚持 你没资格 这是我爸妈跟你父母的礼物 来 你在这儿干嘛 去问问里面那位梁小菊吧 小 小菊怎么了 你自己去看看吧 你自己去看看吧 还笑 不要再心灾乐祸了 李姐 我对我那天的态度 表示十二分的歉意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 你面对我们家小菊的无奈了 你们家小菊 对啊 是我们家小菊啊 她是我妹妹 而且 她对于我们家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人 是对于你们家人来说 很重要的人 还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呢 是 是 签字 什么东西 你可来了 昨天晚上差点把我急死了 爸妈知道了吗 那你 刚才怎么办啊 姐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 好难过 你没看到爸爸昨天开心的样子 要是他们知道我的事情肯定会伤心的 我不想做一个不孝的女儿 荒谬 难道你能瞒他们一辈子吗 可是至少不要那么快啊 妈现在是不是以为你已经回婆家了 你已经回家了 为了不让事情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的地步 你必须尽快做一个选择了 我去告诉妈 你再等了好不好 你跟我做个准备好不好 雨昕 你是在拿你自己的幸福开玩笑 你知道吗 你自己的幸福 你幸福早就离我而去了 幸福早就离我而去了 幸福早就离我而去了 哎哟 大哥 我现在要出去见一个客户 所以呢 下班之后你要自己回家喽 知道了 那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吧 那我们马上见 好 拜拜 拜拜 巧克酷 嘞 哦 啊 咳 是啊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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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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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爱可以让一切黯然失色 既然已经在一起 害怕什么 一起看天亮了 一起明白生命里不知有黑色 外面风雨再多 就当世界只有我们两个 怎么样 伯母喜不喜欢 喜欢好漂亮啊 佳姨我跟你说 这个戒指可是当年我妈妈留给我的 太贵重了吧 伯母 佳姨啊 其实我很早就想要拿给你的 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最近小姐跟我说要我帮你们挑一个订婚的日子 所以我心里想 这个戒指该是送给你的时候了 伯母 谢谢 这么客气干什么 伯家姨啊 如果我们雨洁啊 她是一个温柔甜甜的孩子 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早就在你手上了 对不住啊 伯母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 你从来都是在替别人想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啊 你这样子 我跟你伯父 是多么的心疼啊 哪里啊 是您们对我太好了 什么话 来 我帮你戴上啊 来来来 哎呦 你看看 你看看 多漂亮啊 你看看这个戒指 你看看我眼光真是太好了 哎呀 哎呀 哎家姨啊 这个戒指你先戴上啊 等定了那天啊 我有小姐买一个更好的给你 哎呀 戴起来真是漂亮 这戒指本来就是你的嘛 这戒指本来就是你的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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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小居 醒了 医生说 你要卧床休息 休息 要休息几天了 哎 至少几天吧 不过你放心了 雨洁会让清洁不准你的病假 就安心养病了 请教 不行不行 请教是要扣工资的 大哥我已经没事了 我明天还中心上班 小居小居 先躺好了 嗯 你心里真要怎么工作嘛 听话 我身体很好的 我这事能够打死个牛 哎 哎 我看你是吹牛吧 听话吧 只有把身体养好了 才能赚更多的钱 你 不要再让我们担心了 可以吗 哎 对了 肚子会不会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那 喝点水好了 那 那那你再睡一觉吧 闭目养神也好吗 大哥 我刚醒哎 你不要那么紧张了 我没事 是 雨洁 还没回去啊 说好了要等你回来的吗 小居怎么样了 你也不让我去医院 好担心啊 已经稳定下来了 现在天磊在照顾他 那就好 天磊是不是特别感谢你啊 为什么 你是小居的救命恩人啊 小居当然要感谢你了 他现在担心小居之后 还来不及呢 也是 你看 新来的 是伯母送给我的 她说是外婆留给她的 我真是受宠若惊了 你看妈妈多喜欢你 那你呢 那你呢 好了 不用说什么了 我懂 对 그러了 опять 你帮我吃吧 张仪 可以 这样就已经不够了 我已经觉得很幸福 方雨节 你在干嘛 那个春姑有天蕾照顾 你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这都多大人了 还玩这个 姚小姐 你要加油哦 你是最棒的 天蕾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需要挣钱养家 我还要还钱给总经理啊 总经理 如果我没有工作的话 我怎么还钱呀 我知道我在跟谁讲话呀 你是总经理嘛 可我也是人呢 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呢 只是做着不一样的工作而已嘛 不管是秘书还是清洁工 我的劳动都应该被尊重 我的自尊心也要被尊重 妈 阿姨 你怎么来了 这不一接到天蕾的电话 我就赶紧赶过来了 你回去吧 这儿交给我吧 妈 还是我留下来陪小剧吧 你这孩子 你还得上班呢 我都跟爸爸爷爷说了 让他们明天才来 好了 这儿交给我吧 我又不用上班 赶紧回去 你们都不用陪 我自己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生病 身边都没照顾吗 我留下 那 谢谢妈 谢谢 感谢观看